蛮好的 那今天的比赛时间也肯定有点 自己要看球有一点困难是不是 对 我是请假过来看的 我今天本来上班了嘛 请了半天假过来看 看到这样一场结果值不值 很值很值 很开心 那今年生花在虹口之前也经历过绝瑕的狂喜 包括到后面一直连败 然后也有输给过从来没有输给过的对手 见证了这一年生花的这样的变化 自己心里有什么感觉 其实生花上败赛系打得还是不错的 就是后来有一点问题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赛季结束了嘛 就希望下一个赛季能够提到好一点 那就是第二阶段嘛 成绩并不如人意的时候 有没有影响你到现场 或者是对生花的关注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基本上都是每次都来看的 我觉得生花还是怎么说呢 就是踢得不好我们还是会过来看的 这个是真的蛮喜欢生花的 就是这样 那就是这一场比赛包括上一场还有上上场 生花已经连续三场没有失球 你觉得主教练对球队的改造是否成功 怎么说呢 就是有可能是做出一些改变吧 还是蛮成功的 就是希望下赛季能够引进一些高水平的外援吧 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 你觉得对于生花来讲 就是你个人最满意的主场的比赛 印象最深刻今年是哪几场 印象最深刻的话 这场还有对大连的场是比较深刻的 其他的话其实都踢得不错啦 就是还是北京国安这场是最深刻的 生花 生花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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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